觉悟人生 觉悟菩提 实际上当你觉悟了 你就拥有了一个缘 那是什么缘呢 因为你觉悟了 你接近菩萨了 那就叫佛缘 所以我们人讲的是缘分 缘分就应该随缘 但是随缘并不是消极忍耐和等待 而是去转换缘分 变恶缘为善缘 今天当别人不理解你的时候 那可能就会转换成恶缘 当别人理解你的时候 你就拥有了善缘 能够把缘分转换的人 这个就叫有缘 大家知道缘分这个东西 最让人烦恶 如果有善缘了呢 恶缘了呢 你都会记挂在心上 让自己变得很难过 善缘如果过分了 你会妨碍自己修行 你会有牵挂放不下 恶缘来了呢 就会让你更多的操心和板脑 生气增加你的业障 所以学佛人一颗心 要平等 平等的对待缘分 不管是善缘还是恶缘 只要到我们学佛人的身上 我就能把它转换成佛缘 所以做人 不管什么缘分 如果你去追求了 你要求太多 达不到 你一定会伤害自己 以人之情 感激之心 万事换位思考 这就叫随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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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